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一节要做的是 渦度方程的尺度分析 这边你看到就是我们 前一节导出来的渦度方程 它有三个项在这里 然后等号左边这里 等一下会再把它展开来 所以会多好多项出来 那每一项我们都会讨论一下 它的大小 那我们在这边关心的是 点形中纬度纵观尺度的大小 所以等一下做尺度分析的时候 靠进去的尺度都是 符合这个条件的尺度 最上面是原本的渦度方程 下面这个式子就是 展开来以后的样子 所以这边左边是 绝对渦度的权威分析 那展开的时候就是 相对渦度和行星渦度 都要分别把它展开来 那我们先来看相对渦度 相对渦度就会有 随着时间变化的Tendency Turn 然后会有平流向 还有垂直的传送向 行星渦度的话 只会剩下南北方向的平流向 因为行星渦度 只有在Y方向上会有变化 那剩下的就是等号 左边原本的ABC这三个向 下面这边写的就是 中纬度纵观天气尺度的 常见的数值的大小 那这个我们在2.4节也有看过 这里就稍微复习一下就好了 所以U的话是水平封长的大小 大概是10m per second W是垂直速度 这里要注意一下 它这个单位是 每秒1公分左右的尺度 还有水平的空间尺度 是用大L表示 那它是10的6次方米 再来是大H 这是代表垂直空间尺度 10的4次方米 还有是时间尺度 水平运动的时间尺度 那这是大L除以大U 所以是10的6次方除以10 所以最后是10的5次方秒 那右边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ΔP 这是水平气压变化的尺度 大概就是10毫巴左右 ZO是空气密度 所以大概是每立方公尺 1公斤左右 那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是 密度变化的尺度 所以是ΔL除以L的这个尺度 大概是10的负荷 那这就不会有单位了 那下面这里还有F0 这个是在中纬度的科式参数 那它大约是10的负4次方 每秒的尺度 那如果是再往低纬度 走在赤道附近的话 这个就会再小一个O 所以会变成10的负5次方 那这里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这是β 这个是科式参数在 纬度上面的变化 所以它大概是10的负11次方 单位是公尺秒分之1 我们现在来做尺度分析 那我们现在先来分析 最左边的三个项 第一个项是Tendency Term 涡度的尺度 我们先看左下角这里 涡度的数学定义是 速度长对空间作为分 那所以分值的这边是速度长 两个项都是一样 然后分母这边是水平空间尺度 所以是大L 那所以我们的符号就会写大U除大L 那U是10 然后大L是10的6次方 所以这个算出来会是10的负5次方 秒分之1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会写小于等于 不是只有写等于而已 那这个是因为 所以前面这两项它们相减的时候会互相抵消大部分的数字 所以通常它的数量级会在小一个O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右边的尺度分析呢 这个是相对渦度对时间做为分 那所以相对渦度是大U除以大L 然后分母的话再除以T 大T是时间尺度 然后大T在这边 我们前面一张也有讲过它是空间尺度 除以速度尺度 所以它是10的5次方秒 所以你把T呢也用L除以U带进去 再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U平方除以L平方 那U平方就是这边 10的平方 那L平方就是10的6次方再平方 所以整理过之后会变成是10的-10次方 平流向的话 前面这里有一个水平的速度 所以你要先写大U在这里 然后渦度的话一样是U除以L 所以U除以L 然后X是空间的尺度 所以是L这样子 那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 也是一样会变成U平方除以L平方 那这个一样也是10的-10次方 Y方向的平流向也是同样的做法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 这三个向的数量级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我们看垂直传送向 这项目需要小心一点 同学很容易在这边写错 你会用到垂直速度的尺度 还有垂直空间尺度 那这个的话 W是就是这个W的尺度 所以你这边要记得要写W 然后分母的话是DZ 所以它是H 大H记得要写上来 然后剩下这个是相对温度的 所以是大U除以大L 所以大U除以大L 这个另外再写下来 那所以你在套数字的时候 记得不要套错 那W的话 这是一公分每秒 那你记得要做单位换算 把公分换成是公尺 然后U的话就是10 H是10的4次方 L是10的6次方 所以数字套进去的时候 不要套错 那整理过之后 你就会得到10的-11次方 就会得到10次方